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4年 都江燕枢纽工程千建安兰索桥 考古工作者们在河道中清理出一尊石人像 该石像高约2.9米 尖宽约0.9米 重达4吨 最让考古工作者们惊喜的是 通过石像衣巾中间的左右秀上的历书提记可以确认 这是一尊雕塑于东汉的礼冰石像 那么这尊礼冰石像能否帮助我们揭开都江燕的建造之谜呢 成都平原能够成为天府之国 礼冰又做了哪些贡献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 礼冰像背后秘密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一尊东汉石刻人像 这件人像还有一件复制品 放在四川博物院 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展览序章的位置 那这件石刻人像有何重要 要让四川博物院以它的复制品 作为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展览的开篇呢 这件东汉石刻人像是1974年 在都江燕牵建安兰索桥的时候发现的 非常的高大 身高大约有2.9米 尖宽大约有0.9米 重达四吨 四吨啊 这石像不仅高大 还很厚重 不只是有沉甸甸的历史感 还真的沉甸甸的很重 那这尊石像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高大厚重 是因为它高大厚重 有历史感吗 当然不是 这石像啊 之所以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它是东汉人 凿客的礼宾的像 在别的地方 发现礼宾石像 可能还没什么 偏偏是都江燕 发现了东汉的礼宾石像 这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话说那是1974年 冠县文官所工作人员 钟天康先生 正在泥堆公园喝茶 这在四川啊 喝茶不仅仅是一种休闲享乐 其实啊 也是一种社交方式 这本地人啊 一般都有常去的茶馆 坐在茶馆里 泡上一碗盖碗茶 熟人 朋友 一会儿啊 就不约而同的出现了 大家一起聊天 无数的信息呢 就在这聊天当中 非正式的传播了 所以啊 这去茶馆喝茶 就是前信息时代的朋友圈 没事刷一刷 大到国家大事 小到生活琐事 就都了解了 茶馆嘛 本来就是四川人 摆邪隆门镇的地方 这钟先生啊 正在喝茶 突然就听到有人在说 这都江燕疏纽工程 千见安然索桥 在河里啊 挖到了一块 很像人脑壳的大石头 这石头太大了 几个人都搬不动 就商量着 干脆啊 这下午就不搬了 直接用炸药炸烂得了 这钟先生一听到 人脑壳一样的大石头 心中一动 便赶紧赶过去看看 这一看啊 不要紧 什么人脑壳一样的大石头 明明就是一个石刻的 人脑壳嘛 这石像啊 就在鱼嘴附近 外金刚堤 以西 也就是外江的河道里 那出现的时候呢 背朝的天 埋在河窗面下 4.5米深的卵石层中 而且啊 看着头上的帽子 还仿佛是很古老的饰样 钟天康先生啊 就赶紧让明宫停工 匆匆地赶回了文官所 打电话到四川省博物馆 请博物馆啊 派专家来清理 到了3月6日 这石像啊 就被清理出来了 这是一尊由 灰白色沙眼 凿成的石像 头戴的是 敬贤官加戒则 这敬贤官啊 是文官们 喜欢戴的帽子 官啊 前高后低 前柱倾斜 后柱垂直 戴的时候呢 还要包上头巾 也就是则 到东汉的时候啊 这包头巾 越来越讲究 就演变成戒子 就是把头顶也包起来 并且啊 在头领上呢 形成了一个戒子型的 中间高 两边低的 中空的空间 所以就叫戒子 石像啊 这个身上 穿着 诱人的 宽袖长袍 正是妥妥的 东汉文官的标准项 而且啊 尤其让专家们 大为惊喜的是 这石像的 左右袖子上啊 各刻了一列字 是 剑宁元年润月 戒宁啊 是东汉 汉陵帝 刘洪的第一个年号 诸葛亮出诗表 有名句叫 清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 所以先隆也 清小人 远贤臣 此厚汉 所以轻腿也 这句后面啊 还紧接着一句 先帝在时 梅雨成顿此事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 还灵也 这还就是 汉皇帝刘智 灵就是 汉灵帝刘洪了 为什么刘备 诸葛亮 要这样说呢 因为这两位皇帝啊 都是外戚雍立 少年即位 长大后呢 依靠宦官 夺回权力 又依靠宦官 统治天下 可这宦官 哪里是 一般人愿意做的 不到走投无路 谁会去做宦官呢 这宦官啊 也从未接受过 治理国家的训练 怎么会 因为皇帝的依赖 就自然而然的 会管理国家了呢 所以啊 整个朝堂是 乌烟脏气 就是所谓的 新小人 远贤城了 还地驾崩 窦太后啊 就和他的父亲 拥立了 刘洪即位 也就是这一年 借您元年润月 悟生朔 聂武日 都水源 引农 掌 陈一 造三神石人 震水 万世烟 负责管理 都江宴的水官 都水源 引农 和都水掌 陈一 两个人啊 造了三个 十克的神像 用来震水 希望啊 让万世 都不要再发洪水了 哪里想到 这神人啊 竟然被洪水冲来 埋在了河道里 不知道埋了多少年 重见天日时啊 还差一点 就被民工 当成无用的石头 直接用炸药炸掉了 还好啊 贯献文官所的 钟天康先生 出于职业的敏感 去现场 看了看 才得以幸存 难得的是 石人的身上啊 竟然刻了字 交代了 凿刻的时间 和事件的始末 但更难得的是 这石像啊 拱起的手下面 前经正宗的位置 刻有神人的名号 故 蜀郡 李府军 惠兵 这石像的身份啊 就因为这一列字 确定下来 不是别人 正是都江燕的缔造者 秦国的蜀郡太守 李斌 想想 李斌 那个传说中 修建了都江燕的 蜀郡太守 大约四百年后啊 东汉都江燕的水官 满怀希望的 给他立了巨大的石像 希望他能镇住江神 把从此之后 万事无水患的希望啊 都寄托在了 这位被神化的官员身上 这石像 居然就在都江燕的河道里 重新被发现了 这是一件多么神奇 但是仔细想想 又多么合情合理的事啊 再没有比都江燕 更适合李斌像的地方了 因为这石像 是李斌 那可就比别人重要多了 发现别人的像 不过是像而已 但是李斌像 对于都江燕 那可是一段 成风的历史啊 我们知道 古代写史 由来都是重政治 清经济 李斌 论官位啊 不过是秦国蜀郡的太守 既没有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纪 也没有金氏治国的道德文章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李斌当蜀郡太守 业绝最突出的 都江燕 闽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 发源于四川北部高山地区 千百条涓涓细流 穿过峡谷 惠城江河奔流而下 进入成都平原 由于河道狭窄 古时常常引发洪灾 洪水一退 又是沙石千里 如何治理敏江水患 成为秦国能否使巴蜀成为后援基地的关键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秦国找到了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李斌 那么李斌建造的都江燕 有何特别之处呢 司马前笔下的蜀郡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来看大功臣 都江燕 算它最大的丰功伟纪 建造了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世世代代 灌溉成都平原 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正因为有这件大大的功绩 李斌才被史记和曲书记载下来 史记的记载很简单 但不是在秦本记里 也没有单独的为李斌作传 而是在和曲书中 隶属古往今来的水利大功臣时 提了一句 属守兵凿离堆 必墨水之害 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曲皆可行舟 有余则用盖境 百姓想情力 至于所过 往往引其水 易用盖田筹之取 以万亿计 然莫足树也 司马迁写的比较简略 好在华阳国字 蜀字里有更详细的记载 这华阳国字可是全国最早的两本地方字之一 一本是重点写吴越历史的越绝书 另一本就是以汉中蜀郡 八郡以及南中为主的华阳国字 华阳国字蜀字里面 记载的比较详细 兵乃雍江作棚 川皮江剪江 别之流双过郡下 以行舟船 明山多紫白 大足颓水水流 坐至财木 公审用饶 又灌溉三郡 开稻田 于是蜀卧也千里 浩为陆海 汉则饮水尽润 雨则渡塞水门 故记曰 水汉从人不知积景 时无荒言 天下位之天府也 这一段啊 记得是礼冰 修都江业 连通 琵江 简江 运送物资 当上游 明山的物资啊 可以直达 成都城内 分入 成都平原的水呢 也可以沿途 灌溉 倒铁 并且啊 由于都江业的分水调节功能 洪水时外江分水分得多 水小的时候呢 内江分水分得多 所以啊 水汉从人 不知积景 当时人呢 就把蜀郡称为天府 到今天呢 大家还习惯的把四川 叫做天府之国 这是头一号的大功臣 另外啊 他还穿了阳磨江 灌溉江西 就是引外江的水啊 灌溉重庆 新京一带 此外呢 就涉及到 史记 河渠书 凿泥堆 必墨水 自害 这句了 墨水啊 是真的存在的一条河 虽然 现在 不叫墨水 而改名叫 大渡河了 但 墨水啊 肯定不是明江 明江 原来也不叫明江 古人啊 一直以为 明江是长江的源头 所以 一直把明江 叫做江 墨水 既然不是明江 那泥堆 还是都江燕的泥堆吗 华阳国字里 没有说泥堆 但是李斌 遭了另外一处 混崖 任乃强先生 叫做华阳国字使 认为这混崖 就是大佛崖 也就是 今天 乐山大佛 所在的那片牙 这乐山大佛 携对着的呢 是座小山 他认为啊 这座小山 才是 史记和须书里 说的离堆 单看几间大工程啊 这李斌领导下的 蜀郡的农业生产 那也是顶呱呱的 因为都江燕 因为成都平原的富饶 物资啊 源源不断的补充到秦军前线 为秦始皇横扫六国 一统天下 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啊 便在都江燕 立祠来祭祀 李斌 看来 四川能成天府 是因为都江燕 而都江燕的修建 李斌 应该是总设计师 总策划师 和总指挥 李斌修了都江燕 而都江燕 也成就了李斌 成就了秦国 成就了秦始皇的雄徒霸业 其实天府啊 一开始并不是四川 而是关中平原 八百里秦川 战国策 秦策 记述了抒情对秦惠文王 说的一段话 大王之国 西有巴蜀 汉宗之利 北有湖河 带马之用 南有乌山 前宗之县 东有小汉之故 天匪美 明英富 战车万圣 奋机百万 卧也千里 蓄集饶多 地势行变 此所谓天府 天下之雄国也 西汉初年啊 谋臣张良 在建议刘邦 定督长安时 也说 夫官中 左小汉 又笼熟 卧也千里 兰有巴蜀之饶 北有湖怨之利 祖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 东至诸侯 诸侯安定 何谓草晚天下 西几今师 诸侯有变 顺流而下 族以伟书 此所谓 京城千里 天府之国也 可见战国时期 秦国啊 就由苏秦 封为天府了 汉初张良啊 也这么认为 而最早 记载四川是天府的 是由陈寿整理的 三国字 蜀字 里面啊 刘备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呢 出山辅佐 第三次 终于感动了诸葛亮 诸葛亮啊 就在茅庐之中 为刘备分析天下大事 这就是著名的龙宗队 诸葛亮啊 当时就认为 一周显赛 卧也千里 天府之土 高主啊 因之一成帝业 后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 正是顺着诸葛亮的布局 一步一步发展的 魏蜀吾三足鼎立 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 龙宗的谋划啊 其实是早早规划了 未来局势的发展的 为何四川会取代观中 成为大家一说到天府 就想到的地方呢 礼拜六一首诗 九天开出一城都 万户千门入画图 炒树云山如锦绣 情间得极 此间无 炒树云山如锦绣 四川气候温润 即便冬天啊 也郁郁冲冲 所以你一拜问 情间得极 此间无 虽然是没有写出答案的问句 但既然这样问了 情间和此间的比较 答案啊 也尽在不言中了 可惜这礼斌啊 生错了时代 虽然孰郡GDP 像明星一样耀眼 称赞观中是天府的 也都不会忘了 把男友巴蜀之饶 作为其中重要的理由 即便礼斌修都江燕 成就了天府之国 丰厚的物资 助力秦始皇称霸天下 但是史书对于 丰功伟绩的礼斌 却鲜有记载 其中最明显的 便是对礼斌的身世 毫无交代 连礼斌是什么时候 当上蜀郡太守的 这样的问题 都存在争议 那么究竟是谁 任命礼斌为蜀郡太守的呢 礼斌又有着 怎样的绅士之谜呢 谁任命了礼斌为蜀郡太守 历史上有两说 一是秦昭湘王说 一是秦孝文王说 东汉应哨的 风俗通义记载 秦昭王听田贵之意 前礼斌为蜀郡太守 而华阳国字蜀字 专门有一章来介绍礼斌 以示众事 开篇便说 周灭后 秦孝文王以礼斌为蜀手 交代的倒是很清楚 但有几个问题 却是无法违避 这秦灭周 宜九鼎 是在秦昭湘王52年 也就是公元前255年 再过了四年 这秦昭湘王才过世 也就是说 灭周的时候 还在秦昭湘王的时候 不过 好在人家文中也说 是周灭后 也没说灭后多久 也说得通 但秦孝文王 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那便是秦昭湘王 当王当得太久了 在位了56年 秦孝文王即位的时候 已经是53岁了 秦昭湘王 是公元前251年 秋天过世的 这第二年 便是秦孝文王 元年 这秦孝文王 要为父亲 昭湘王守孝 他守孝一年 除伤之后 到十月的 以害 即位 第二天 就是庚子 第三天 是辛丑 到辛丑这一日 孝文王 就去世了 一共啊 就当了三天的王 连守孝算起 秦孝文王 刚好有一年 那是不是任命李兵 为孰郡太守 就在这一年呢 但是 为什么其他的书 会记载 是秦昭湘王 任命的呢 我们来看啊 虽然现代人的平均寿命 七十好几 但对古人而言 那是人生七十 古来西啊 秦昭湘王 活了七十五岁 当了五十六年的王 到他晚年的时候 如果还要每天 勤勤恳恳的处理正事 那就非常的围栏老先生了 秦昭湘王啊 应该是把握大正方针 具体执行呢 应该就是秦孝文王了 因为父亲活得长 所以啊 太子也当得久 对于古人而言 五十三岁 其实已经不小了 以太子的身份啊 在一大把年龄的时候 兢兢业业的处理正事 是非常消耗心力体力的 所以可怜的秦昭文王 登基后三天就过世了 所以即便秦昭文王 在秦昭湘王晚年 还不是王 但应该已经是实实在在的 认命一个蜀郡郡守的权利啊 应该还是有的 很有可能 李兵当蜀守啊 是在秦灭周后 秦孝文王过世之前 史书上明确记载 灭蜀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 秦昭文王呢 就封通国为蜀侯 陈壮为相 张若为太守 那这张若啊 便是蜀郡的第一任太守 实际秦本记记载啊 这秦昭湘王三十年 蜀守若 法楚 取乌郡 及江南为乾宗郡 华阳国字的记载呢 是张若啊 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 当上了蜀郡太守 如果按史记 秦昭湘王三十年 率军法楚 那是公元前二百七十七年 张若啊 在蜀郡太守这个位置上 已经做了三十八年的太守 虽然秦昭湘王 做了五十六年的王 张若到昭湘王三十年 也只做了三十八年的 蜀郡太守 但是有一点 就是王是靠协同来决定的 太守可不是 秦昭湘王 可以二十岁成为秦王 但张若二十岁 恐怕难以成为太守 汉月佛墨上山里 有一句话 是罗伏对着使君 夸自己的丈夫的 怎么夸的呢 十无福小利 二十曹大夫 三十四中郎 四十专从居 仕途一帆风顺 四十岁 当上了独立管理 一方土地的太守 这太守啊 是需要很多经验的 就算不一定非要四十 但肯定不会是 十几二十的少年郎啊 而且啊 张若在蜀座太守期间 经历了成壮谋反 蜀猴通国被杀 张若啊都安然无恙 最后连蜀猴都没了 不设了 他还在 可见是非常的老臣 历代秦王啊 都很依重的一个人 此外呢 这人啊 各有所长 张若 自属有方 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 才当的蜀郡太守 公元前三百零八年 司马错 从蜀国 湖江法楚的时候 就率领了十万军队 一万艘大船 六百万湖米 其他不说 单是能凑出六百万湖米 就可以看到张若的政绩了 但是这说到领兵打仗啊 这灭蜀 领兵的是张仪 司马错和都尉 张若没领兵 凭成状叛乱的 是甘茂 张仪和司马错 张若 没有领兵凭乱不说 连领兵就蜀侯通国 都没有做到 让这蜀侯通国啊 死于成状之乱 或者说 这太远了 也许那个时候 张若呢 确实没带过兵 常说说近的 这最近的啊 就是昭襄王二十七年 司马错伐楚 也没见张若参加 突然的 昭襄王三十年 这张若啊 年纪是一大把了 突然就会领兵打仗了 还打了胜仗 打下来了 楚国的乌郡和江南帝 作为秦国的钱中郡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我读书读到这里 我是很怀疑的 根据史记记载 公元前二百七十七年 张若对楚国发动致命一击 打下楚国的乌郡和江南帝 作为秦国的钱中郡 然而在此之前 从史记到华阳国志 都未曾见过张若有带兵打仗的记录 那么张若攻打楚国的这段记录 是否属实呢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昭襄王三十年 领兵攻打楚国的不是张若 那昭襄王二十六年的属守 会是谁呢 蜀郡太守张若的卸任 应该是在秦昭襄王二十六年以前 二十六年时 蜀郡的太守应该是五 三十年领军攻打楚乌郡和江南帝 的也应该是属守五 因为这个名字啊 在史记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 华阳国志里呢 也没有记载 看着非常的可疑 可能就在传操的时候 蜀守五被改成了蜀守弱 所以呢 李斌并不是蜀郡的第二任太守 最多啊 只能是第三任 这样啊 李斌任职的年代 在周灭后 秦昭襄王晚年 秦孝文王摄政期间 就可以弥合两本书记载的冲突了 李斌在蜀地做了这么多事 那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 就算从列州公元前255年算起 到公元前238年 一共啊 也只有17年 秦始皇既然会为李斌修祠庙 感谢的不仅仅是他修了都江燕 还修了很多的水渠 灌溉了成都平原 不计其数的良田 为前线秦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所以总体说来 李斌经营蜀地的时间啊 不会太短 既然下线很明确的是在公元前238年 那李斌任蜀郡太守的时间 到秦昭襄王时期才比较合理 在李斌石像出土之前啊 都江燕内江河岸上 有一座二王庙 里面供奉的呢 正是李斌父子 但二王庙开始供奉李斌的年代很晚 它原来啊 是旺帝祠 供奉的是蜀国的旺帝杜宇 其明帝的时候 建武元年 公元494年 一周次使刘继莲啊 才把这旺帝祠迁到了皮屑 原来的祠庙呢 就改供奉李斌 送以后 李斌父子呢 相继被赤封为王 所以啊 又叫二王庙 但为什么 先忘帝于皮屑 却没有交代 现在啊 石像出土 可以知道都江燕 原来就有李斌的池庙 后来毁于洪水 才把旺帝祠迁到了皮县 原址 改计李斌父子 华阳国志里面啊 由李斌座三绳人 与江绳约定啊 这个水 结 水浅的时候呢 不要淹到了脚下面 水渗的时候呢 不要把肩膀淹到了 这是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记载 另外啊 这李斌还叼了五头犀牛 其中的两头呢 放到了成都城内的四桥口 长渠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地名叫做石牛门 后来都江燕啊 还陆续出土了 汉代的石人和石碑 天福广场啊 还出土了一只汉代的西牛 东汉李斌石像啊 现在是存放在都江燕福龙观 这福龙观啊 传说是李斌降服脚龙的地方 李斌石像千年后 存放于此罐中 倒是可以与传说啊 相应成趣 李斌作为秦国的郡守 东汉的水官啊 却为之刻实立项 世世代代被尊崇 被祭祀 丝毫啊 没有因为秦朝的暴略 被仇恨 史书虽然没有为他立传 但立于都江燕的慈庙啊 却是他勤勉一生 为国为民的封碑 好了 东汉李斌石像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到时候 复 Pokemon